我们说说这个古代的选举制度 选拔人才的制度 首先前面提到这个姚舜宇 公天下 那究竟他是不是公 我们不要去计较 就知道有什么事 我们祖先先士 都我们计他好的地方 就算这个没有我们演绎 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好 学他就好了 就冠一个名 那这个公天下呢 就说他这个船 帝王下面选完人才 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好 那我就选他当下一任的皇帝 那在此之后呢 就是家田下 就是立长子 那长子没有 就是皇后生的孩子 谁先出来 谁是长子 然后再立敌 就是皇后生的 就是孩子 反正这个前后也有差 但是大多数 这么个形式 所以说是各种争斗就出现了 你这个基因 你这个基因好 那皇帝的孩子 基因一个是先天的 这个基因 一个是后天的教养 这两个人都好 但是这个环境 这个时代 各种元素 导致你这个 孩子 就是不一定合适 那自然会有纷争 那我们说最好的 点上来说 道理上来说 是举弦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选举 但现在没有完全的 这种选举 在西方也没有 也有这个财势的这种财团 大都是这样 他们是以经济为规 我们是以政治为规 那我们更讲人情 更讲这个往来关系 智力 所以说 没有一个制度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面上 后来我们就是用考试 科举考试以前也有 从点上 道理上 是这个选举 推举 比较好 我们不细究了 这个有细微的差别 然后面上就是考举 现在也是 我要从政 研究马图木桥 高考 凭这个敲门砖学历 虽然说学的不一定有用 但是 就这么个形式 那整体人多吗 太多了吗 怎么又有个管理办法 那就 这个这个 包括法 但是 它是面上 法不责重 法又要责重 这其实是一个意思 那具体问题的 具体分析 法是怎么来的 根据理来的 你不合理的方 你强调这个字眼 你本身 你就是不讲理的人 但是 你再上着 怎么没办法 老百姓 然后就是 还有一种 就是 毛髓自荐 我有特别的经历 特别的时候 我凸显出来 也是有的 那这个就更少了 所以说 这几个都结合 这样 还是比较好 那 选举 然后这个 考举 一个点 一个面 还有一个黑马 就是 毛髓自荐 这个大家 生活中 企业中 也可以 随机应变 但是这种 普遍的 意义上的 少数服从多数 是不对的 真理 是在少数人手里 多数人说的 不一定对 他选的 也不一定对 所以说 你是要为大众考虑 但是要整体 长远 周全 很麻烦